爱不是一时一刻的感觉或情绪, 情绪和感觉都会改变, 偶尔是日常, 但真正的恋爱是永远的。 爱不是一时一刻的感觉或情绪, 情绪和感觉每一天都在变化, 但真正无条件的爱是永恒的。 今天我除了会讲几单最新的娱乐资讯之外, 另外我还会提到最近在开电视开工的张维仪, 她自己也有收养一个小孩, 但是今天的主角人物, 我会讲同样都是收养的一个小孩, 由小妹仔电影走进这个电影圈, 再在海潮和坦己, 成为了万千观众的偶像, 她刚刚过了55岁的生日去混逼下, 虽然她入行好像一帆风讯一样, 但当中也有很多起起跌跌, 女神仍然压立不到, 这么多年来都好像吃了防腐剂一样, 今日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她入行很多不为人知的小拆菊, 经历了这么多人生起跌, 仍然都可以保持女神的面貌, 究竟当中有什么保持青春的秘密呢? 希望网友看完我的影片之后可以得到启发。 不再让你孤单阿沙陪你娱乐欢笑人间,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hoo! 一样东西又是值得说, 为何我选择什么新闻是有原因的, 例如这个, 她说李幸毅火拍张学友一起拍新的MV, 她说觉得感觉很震撼, 因为Ginny和歌神一起合唱新歌, 刚才我刚刚听完的, 那首歌叫做《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两个人早前在烈日当空拍着MV, 更加换上水鞋一段泪淋的路上, 去拍摄地点, Ginny直言跟学友歌神一起拍MV, 是梦幻的事, 好像daydreaming那样, 然后她说, 之前你一直在电影之中见到她, 今次胡珊珊站在你面前, 很震撼, 她说她在这个道田拍摄的时候, 很热, 又晒黑了两度, 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个MV就由周恩婷, 即是Yang Ting执道的, Ginny很满意, 她说听导演讲解, MV的故事已经眼淚淚了, 是的, 因为你拍摄的时候, 你跟他说, 然后你不要想着, 随便配些歌词, 然后你两个随便拍几个短片, 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用心去做一件事, 你会看得出的, 对吗? 说实话, 为什么现在八百多人进来, 只有四分之一的like, 我要给你们看一张图, 麻烦大家, 稍后我会讲很多, 温碧霞你们不知道的东西, 麻烦你们现在, 你想继续听下去的话, 在这个手机版, 那个影片的左下角, 有一个like, 喜欢那个键, 按一下, 轻轻力按一下手指公, 一下就够了, 如果你再按多一下, 就变成没有按到一样, 麻烦你们, 如果分享的话, 就按下旁边的分享, 第二个画面就去了, 这个whatsapp, 或者facebook, 叫其他朋友一起进来看, 我们一起回忆, 同年的回忆, 好吗? 多谢, 我看到一个like数是有上升的了, 麻烦了, 麻烦了, 好, 我去回这个车, 张学友先, 好, 继续讲完, 其实我有意思的, 我不是就这样拿一份的, 娱乐新闻, 不停地说给你们听, 好了, 他眼省省省, 他听完那个导演讲这个故事的话, 他说看到那个制成品的时候很感动, 很滚动, 他曾经跟Yang Ting这位导演合作过好几次, 对于这个导演的作品非常有信心, 另外这一首歌, 日出时让街灯安静, 是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们, 你们快点按, 因为我突然想起, 今晚由于是很多温逼下的, 除了温逼下之外, 还有很多牵涉其他的那个年代的人物, 例如刘德华, 吴曼达, 还有林碧琪, 你们记不记得林碧琪是谁啊? 英雅那些, 还有朱主席, 是唱回当时很多, 让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时候, 很多的劲, 很劲的那些歌, 一听你们就记得了, 因为那晚我做这个六啪本, 令到大家真的非常之欢喜若狂, 哈哈哈, 继续讲完, 好了, 这首歌是说什么呢? 日出时让街灯安静, 就是以拼命去奋斗的人, 作为一个故事的南本, 她说述一名在这个城市工作的女性, 在生活只是为了工作, 工作再工作, 就像我这样, 常常都工作工作再工作, 每一天拖着疲累的身躯, 回到家独自一人, 即使拿到事业上的成功, 我现在还没有, 只是一个小小小小小小, 她说, 虽然MV说, 这个城市City Girl, 她拿到事业的成功, 但难以彌补到她心灵的空虚, 所以决意回到老家, 和她爸爸相聚, 重拾那天的简朴真寺的快乐, Ginny说, 最近为了这个新歌的宣传, 也一起在录音, 一起在交业外拍摄, 她觉得, 是她做歌手的生涯, 一件很威水的事来的, 我刚才自己, 因为我刚才是选花姐, 我批评阿拔, 说她不懂得什么是广告的从业员, 其实广告的从业员, 刚才我说了, 其中一件事就是added value, 你看一下, Ginny她是较新的歌手, 但是她是年轻的, 但还未得过火候, 如果你要由一个, 几受欢迎的歌手, 再成为人家叫你, 说歌候, 好像胡言坊那些巨星, 她未到这个火候, 但是, 张鹤柳也很多年是歌神, 但如果你回到现在这个市场, 就有欠那种新鲜感, 但是Will TV, 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呢? 她很多时候将新和旧, 新演员, 即是老一派, 成熟一派的演员, 再配合一些新出来的演员或歌手, 其实你去吸收成长人, 成长那些艺人, 艺术人的智慧或者经验, 带新的那些又可以吸收市场的触角, 所以我其实是很庆幸, 觉得希望那个市场, 娱乐圈的市场, 有多些这一类型的组合, 带给我们不同阶层的观众, 有更多的惊喜, 才将那两个艺术人, 一身一旧, 重新注入新的元素, added value, 听不听到啊? OK, 好了, OK, 这样, 其实Ginny也跟Yan Ting合作过好几次, 所以对于他的作品是非常有信心的, 好吗? 所以刚才第一个娱乐新闻的讲座, 广告从业园不是你想象中这么简单, 第二单就是讲这个梁朝伟, 也是讲他现在去了这个荷里活的时候, 就宣传给这个GQ的杂志去访问, 他妈妈是因为在电影里面, 找到如何去在一个缺失的家庭, 缺乏了父爱, 如何在电影里面学习, 有些感情的投射, 又或者有些精神寄托, 然后如何教好这个儿子, 令他今时今日可以这么成功, 另外他也很疼香港人, 因为他是用广东话, 他不是用国语, 大家明白吗? 好了, 这一单新闻就是讲, Ginny再加上这个章学友的组合, 令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而去增加那个价值的added value, 好吗? 好了, 第四单我讲的, 娱乐新闻就是这位了, 另外一位的女神, 那, 那, 那,